每个人对着镜头来清晰流利的表达你的想法 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锻炼来得到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 刚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第一期的视频是热红酒 那个时候我是不出镜的 我不敢 我没自信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 我出镜了 我现在回头看我第一期做马的视频的时候 我是出镜表达的 对着镜头来说话 那个时候的语速特别的慢 我现在在想 当时那个语速慢 是我脑子转动的慢 很多的时候对着镜头来表达 不是练你的嘴皮子 更多的是练你的脑子 我在镜头前面讲话 我是没有文稿的 我也不会写小作文 一个是我懒 第二个因为懒 反而让我刻意的锻炼了我的脑子的反应程度 包括我去做人物访谈的时候 有的嘉宾就说 余静 你手里怎么没有稿子 我说要为什么要稿子 我们就聊呗 反正我回头一看 我做了四年的自媒体 从我自己刚刚开始的不出镜 不敢面对镜头讲话 到开始出镜 现在自己看我那时候视频 我觉得哎呀 惨不忍睹 但是没关系 我依然是挂在网上的 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 自我成长的一个历程记录 有什么关系呀 谁也不是一天在健身房 就能练出大肌肉的 我得天天蹲马步 刻苦地蹲马步 苦练吧 目前这个阶段 我对着镜头表达 是锻炼我的嘴 跟大脑的连接的速度 我的理想阶段 应该是嘴跟心的连接 那个是我目前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够达到 努力吧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